欢迎收听经典小说《编程》 作者沈从文 演播宇天 第二集 两省接壤处 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 注重在安极保守 处置还得法 并无变故发生 水陆商务既不至于受战争停顿 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 一切莫不极有秩序 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 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 翻了船 或发生别的死亡大变故 为一种不幸所绊倒 觉得十分伤心外 中国其他地方 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 似乎就永远不会围着 编程人民所感到 编程所在一年中 最热闹的日子 是端午 中秋 和过年 三个节日 过去三五十年前 如何兴奋了这地方人 直到现在 还毫无什么变化 仍能成为那地方居民 最有意义的几个日子 端午日 当地妇女小孩子 目不穿了新衣 鹅脚上用熊黄蘸酒 画了个王字 任何人家到了这天 必可以吃鱼吃肉 大约上午十一点钟左右 全茶洞人就吃了午饭 把饭吃过后 在城里住家的 默不倒锁了门 全家出城 到河边看划船 河街有熟人的 可到河街吊脚楼门口边看 不然就站在睡关门口 与各个码头上看 河中龙船 以长潭某处做起点 睡关前做终点 做比赛竞争 因为这一天 军官睡关 以及当地有身份的人 莫不在睡关前看热闹 划船的事 个人在数天以前 就早有了准备 分组分帮 各自选出了若干身体结实 手脚凌厉的小伙子 在坛中练习进退 船只的形式 与平常牧船大不相同 形体一律又长又狭 两头高高翘起 船身会着珠红颜色长线 平常时节 多搁在河边干燥洞穴里 要用它时脱下水去 每只船 可坐十二个到十八个奖手 一个带头的 一个鼓手 一个罗手 奖手 每人持一只短奖 随了鼓声缓促为节拍 把船向前滑去 带头的 坐在船头上 头上缠裹着红布包头 手上拿两只小令旗左右挥动 指挥船只的进退 雷鼓打锣的 都坐在船只的中部 船一滑动 便即刻蓬蓬汤汤 把锣鼓很单纯地敲打起来 为滑奖水手 调理下奖节拍 一船快慢 既不得不靠鼓声 故每当两船竞赛到剧烈时 鼓声如雷鸣 加上两岸人 呐喊助威 便使人想起 梁红玉老冠河时 水占雷鼓 牛高 水清洋腰时 也是水占雷鼓 凡把船 划到前面一点的 必可在睡关前领赏 一匹红 一块小银牌 布局缠挂到船上 某一个人头上去 皆显出这一船 合作的光荣 好事的军人 且当每次某一只船 胜利时 避在水边 放些表示胜利 庆祝的 五百响鞭炮 赛船过后 城中的树军长官 为了与民同乐 增加这节日的愉快起见 便把三十只 绿头长颈大熊鸭 颈帛上 附了红布条子 放入河中 尽善于求水的军民人等 下水追赶鸭子 不拘水把鸭子捉到 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 于是 长潭换了新的花样 水面各处是鸭子 各处有追赶鸭子的人 船与船的竞赛 人与鸭子的竞赛 直到天晚 方能完事 长水码头的龙头大哥顺顺 年轻时节 便是一个求水的高手 入水中去追逐鸭子 在任何情形下 总不落空 但一道赤子挪颂 年过十二岁时 已能入水避气 窜着到鸭子身边 再忽然从水中冒水而出 把鸭子捉到 这座爸爸的 便解潮式地说 好 这种事由你们来做 我不必再下水了 于是 当真就不下水 与人来竞争捉鸭子 但下水救人呢 当作别论 凡帮助人远离患难 便是入伙 人到八十岁 也还是成为这个人 一种不可逃避的责任 天宝挪送两人 皆是当地 求水划船的好选手 端午又快来了 初五划船 河街上初一开会 就决定了属于河街的那只船 当天入水 天宝 恰好在那天 应向上行 随了陆路商人 过川东龙潭 送劫货 故参加的就指挪送 十六个 皆是如牛犊的小伙子 带了香烛鞭炮 同一个用生牛皮 蒙好 会有诸红太极图的高脚骨 到了割船的河上游山洞边 烧了香烛 把船拖入水后 个人上了船 燃着鞭炮 擂着鼓 这船便如一只剑似的 很迅速地向下游长潭射去 那时节 还是上午 到了午后 对河鱼人的龙船 也下了水 两只龙船 就开始预袭 种种竞赛的方法 水面上 第一次听到了鼓声 许多人从这鼓声中 感到了节日临近的欢悦 驻灵河吊脚楼 对远方人有所等待 有所盼望的 也莫不应鼓声 想到远人 在这个节日里 必然有许多船只 可以赶回 也有许多船只 只合在半路过节 这只巾 便有些眼目 所难见的人事哀乐 在这小山城河街间 让一些人嬉戏 也让一些人皱眉 蓬蓬鼓声掠山跃水 到了渡船头那里时 最先注意到的是那只黄狗 那黄狗汪汪地吠着 受了惊事地绕屋乱走 有人过渡时便随船渡过河东岸去 且跑到那小山头 向城里一方面大沸 翠翠正坐在门外大石上 用棕叶编乍蒙蜈蜈蚣玩 见黄狗先在太阳下睡着 忽然醒来便发疯似地乱跑 过了河又回来 就问他 骂他 狗 狗 你做什么 不许这样子 可是一会儿 那声音被他发现了 他于是也绕屋跑着 且同黄狗一块 渡过了小溪 站在小山头听了许久 让那点迷人的鼓声 把自己带到一个过去的节日里去 还是两年前的事 五月端阳 渡船头祖父找人做了代替 便带了黄狗同翠翠进城 过大河边去看划船 河边站满了人 四只珠色长船在潭中滑着 龙船水刚刚涨过 河中水皆斗绿 天气又那么明朗 鼓声蓬蓬响着 翠翠抿着嘴 一句话不说 心中充满了不可言说的快乐 河边人太多了一点 个人接近张着眼睛望河中 不多久 黄狗还在身边 祖父却挤得不见了 翠翠一面注意划船 一面心想 过不久 祖父总会找来的 但过了许久 祖父还不来 翠翠便稍稍有点着慌了 先是两人同黄狗进城前一天 祖父就问翠翠 明天城里划船 倘若一个人去看 人多怕不怕呀 翠翠就说 人多我不怕 但自己只是一个人 可不好玩 于是祖父想了半天 方想起一个住在城中的老熟人 赶夜里到城里去商量 请那老人来看一天渡船 自己却陪翠翠 进城玩一天 且因为那人比渡船老人更孤单 身边无一个亲人 也无一只狗 因此便约好了那人 早上过家中来吃饭 喝一杯熊黄酒 第二天 那人来了 吃了饭 把职务委托那人以后 翠翠等便进了城 到路上时 祖父想起什么事的 又问翠翠 翠翠翠翠翠 人那么多 好热闹 你一个人敢到河边 看龙船吗 翠翠说 怎么不敢 可是一个人有什么意思 到了河边后 长潭里的四只红船 把翠翠的注意力 完全占去了 身边祖父似乎也可有可无了 祖父心想 时间还早 到收场时 至少还得三个时刻 西边的那个朋友 也应当来看看年轻人的热闹 回去一趟 换换地位 还来得及 因此就告翠翠 人太多了 站在这里看 不要动 我到别处去有事情 无论如何 总赶得回来 办你回家 翠翠正为两只 静速并静的船迷着 祖父说的话 毫不思索就答应了 祖父知道 黄狗在翠翠身边 也许比他自己 在他身边还稳当 于是便回家 看船去了 祖父到了那渡船处时 见那代替他的老朋友 正站在白塔下 注意听远处的鼓声 祖父喊他 请他把船拉过来 两人度过小溪 仍然站到白塔下去 那人问老船夫 为什么又跑回来 祖父就说 想替他一会儿 顾把翠翠留在河边 自己赶回来 好让他也过河边 去看看热闹 且说 看得好 就不必再回来 只需见了翠翠 告他一声 翠翠到时 自会回家的 小丫头不敢回家 你就伴他走走 但那剃手 对于看龙船 已无什么性慰 却愿意同老船夫 在这西边大石上 各自在喝两杯烧酒 老船夫十分高兴 把酒葫芦取出 推给城中来的那一个 两人一面谈些端午旧事 一面喝酒 不到一会儿 那人却在岩石上 为烧酒醉倒了 人既醉倒了 无从入城 祖父为了责任 又不便与渡船离开 留在河边的翠翠 便不能不着急了 河中划船的 觉得最后胜负后 城里军官 已派人驾小船 在潭中放了一群鸭子 祖父还不进来 翠翠恐怕祖父 也正在什么地方等着他 因此带了黄狗 向各处人从中挤着 去找寻祖父 结果还是不得祖父的踪迹 后来看看 天快要黑了 军人扛了长凳 出城看热闹的 皆已陆续扛了那凳子回家 潭中的鸭子 只剩下三五只 捉鸭的人 也渐渐的少了 落日 向上游翠翠家中的 那一方落去 黄昏 把河面装饰了 一层薄物 翠翠望到这个景致 忽然起了一个 怕人的响头 她想 假如爷爷死了 她寄起祖父 嘱咐他 不要离开原来地方 那一句话 便又为自己解释 这想头的错误 以为祖父不来 必是进城去 或到什么熟人处去 被人拉着喝酒 故一时不能来的 正因为 这也是可能的事 她又不愿在天位断黑以前 同黄狗赶回家去 只好站在这石码头边 等候祖父 再过一会儿 对河那两只长船 已搏到对河小溪里去不见了 看龙船的人 也差不多全散了 吊脚楼有唱技的人家 已上了灯 且有人敲小斑鼓 弹乐琴唱曲子 另外一些人家 又有滑拳行酒的吵嚷声音 同时 停泊在吊脚楼下的一些船只 上面也有人在白酒炒菜 把青菜萝卜之类 倒进滚热油锅里去 发出沙的声音 河面已朦朦胧胧 看去好像只有一只白鸭 在坛中扶着 也只剩一个人 追着这只鸭子 翠翠还是不离开码头 总相信祖父会来找她 同她一起回家 吊脚楼上 唱曲子声音热闹了一些 只听到下面船上 有人说话 一个水手说 京婷啊 你听你那婊子 陪川东庄客 喝酒唱曲子 我堵个手指 说这是她的声音 另一个水手就说 哼 她陪他们喝酒唱曲子 心里可想我 她知道我在船上 先前的那一个又说 身体让别人玩着 心还想着你 你有什么凭据啊 另一个说 有凭据 于是这水手吹着呼哨 做出一个古怪的记号 一会儿 楼上歌声便停止了 歌声停止后 两个水手接笑了 两个人接着 便说了些 关于那个女人的一切 使用了不少粗笔字眼 翠翠很不习惯 把这种话听下去 但又不能走开 且听水手之一说 楼上妇人的爸爸 是在棉花坡被人杀死的 一共杀了十七刀 翠翠心头 那个古怪的响头 爷爷死了呢 便仍然占据到心里 有一会儿 两个水手还正在谈话 坛中那只白鸭 慢慢地向翠翠所在的 码头边游来 翠翠想 再过来些 我就捉住你 于是静静地等着 但那鸭子将近岸边 三丈远近时 却有个人笑着 喊那船上水手 原来水中还有个人 那人已把鸭子捉到手 却慢慢地踹水游进岸边的 船上人听到水面的喊声 在隐约里也喊道 二老 二老 你真能干 你今天得了五只吧 那水上人说 这家伙狡猾得很 现在可归我了 你这是捉鸭子 将来捉女人 一定有同样的本领 水上那一个不再说什么 手脚并用地拍着水 棒了码头 湿零零地爬上岸时 翠翠身旁的黄狗 仿佛警告水中人似的 汪汪地叫了几声 那人方注意到翠翠 码头上已无别的人 那人问 是谁啊 是翠翠 翠翠又是谁啊 是碧西局称渡船的孙女 你在这儿做什么 我等我爷爷 我等他来 好回家去 等他来 他可不会来 你爷爷 一定到城里军营里喝了酒 醉倒后 被人抬回去了 他不会 他答应来 就一定会来的 这里等也不成啊 到我家里去 到那边点了灯的楼上去 等爷爷来找你好不好 翠翠误会 邀他进屋里去 那个人的好意 正记着水手说的 妇人丑事 他以为 那男子就是要他上游 女人唱歌的楼上去 本来从不骂人 这时正因等候祖父太久了 心中焦急得很 听人要他上去 以为欺误了他 就轻轻地说 你个被识砍脑壳的 话虽轻轻地 那男的却听得出 且从声音上 听得出脆脆的年纪 便带笑说 怎么 你骂人 你不愿意上去 要待在这 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 可不要叫喊啊 翠翠说 鱼咬了我 也不关你的事 那黄狗 好像明白翠翠被人欺误了 又汪汪地废起来 那男子把手中白鸭举起 向黄狗吓了一下 便走上河街去了 黄狗为了自己被欺误 还想追过去 翠翠便喊 狗 狗 你叫人 也看人叫 翠翠意思 仿佛只在告给狗 那轻薄男子 不值得叫 但男子听去的 却是另外一种好意 难得以为 是他要狗 默向好人叫 放肆地笑着 不见了 又过了一阵 有人从河街 拿了一个废篮 做成的火炬 喊叫着翠翠的名字 来找寻他 到身边时 翠翠却不认识那个人 那人说 老船夫回到家中 不能来接他 故搭了过度人口信来 要他即刻就回去 翠翠听说 是祖父派来的 就同那人一起回家 让打火把的 在前引路 黄狗 时前时后 一同沿了城墙 向渡口走去 翠翠一面走 一面问那拿火把的人 是谁告他 就知道他在河边 那人说 是二老告他的 他是二老家里的伙计 送翠翠回家后 还得回转河街 翠翠说 二老他怎么知道 我在河边 那人便笑着说 他从河里捉鸭子回来 在码头上见你 他说好意请你 上家里坐坐 等候你爷爷 你还骂过他 你那只狗啊 不识吕洞兵 只是叫 翠翠带了点 惊讶轻轻地问 二老是谁啊 那人也带了点惊讶说 二老你都不知道啊 就是我们河街上的 挪宋二老 就是月云 他要我送你回去的 挪宋二老 在茶洞地方 不是一个生疏的名字 翠翠想起自己 先前骂人那句话 心里又吃惊又害羞 再也不说什么 默默地随了那火把走去 翻过了小山居 望得见对西家中火光时 那方面也看见了 翠翠方面的火把 老船夫即刻把船拉过来 一面拉船 一面哑声喊问 翠翠 翠翠 是不是你啊 翠翠不理会祖父 口中却轻轻地说 不是翠翠 不是翠翠 翠翠早被大河里鲤鱼吃去了 翠翠上了船 二老派来的人打着火把走了 祖父牵着船问 翠翠 翠翠 你怎么不答应我 生我的气了吗 翠翠站在船头 还是不作声 翠翠对祖父那点埋怨 等到把船拉过了溪 一到了家中 看明白了最倒的另一个老人后 就完事了 但另一件事 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 却是翠翠沉没了一个夜晚 感谢您收听有声小说编程 欢迎订阅雨天的频道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